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哥 许芳 我们可以签合同了 太好了 我的团队预算了一下这次的投资 他们觉得一百亿不足以完成 对九个行业的投资 所以我把数字增加到了三百亿 多出来的两百亿是我主动增加的 我全权负责投资 我只不过增加了海翔的 关联担保 白少青出了事 龙哥还能把钱给你 从这一刻起 我的命 就选择在手上了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做一件 我一直未完成的事 我不想你再变成第二个证信 海乡公司突然开始内部清账 而且还在官网上发布公告 旭丰先任董事长一职 我一直由王海力解体 难道他要跑 难道他要跑 河队 小医生 住手 住手 旭长官 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 你想调查的是营业部 而我这里是投资部 放心 投资营业部也有人在调查 所有人都离开第四位 离开四位 警察同志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你要干什么 我好心提示一下 海行现在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你们想查什么呢 现在没有 代表以前有报 听好了 不管以前而现在 我们都会查清楚 这是搜查令 续丰呢 老板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啊 而且海翔的董事长不是续总 是王总 私人物品你们也松吧 请配合警察工作 这是从碎纸机里边查出来的 酒资商业计划书 不过仅凭这个商业计划书 也看不出什么呢 看不出什么呢 为什么要销毁 老板 仔细查一下 我回回王婉丽 好 离开 您好警官 您好徐峰夫人 请坐 谢谢 你们就这么大张旗鼓地来 让我们措手不及呀 公务在身 什么时候海翔私募成了一个家族企业 丈夫卸任 妻子继人 肖组长还不知道啊 海翔的第一大股东 可是我父亲的海翼集团 由我来接替有什么问题 反之你们就这么闹得沸沸扬扬的 如果什么都没有查到 给我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请问您负责吗 我这是公务在身公事公办 我今天来是要找旭峰问些情况 对不起 她太累了 休假了 休假这么巧啊 不允许吗 允许 能告诉我 她到哪儿去休假了吗 不知道 她每次休假的时候 都不让任何人联系 还配 Jessie 她也不远 bid 过来 她都欠缩了 对不起 叶董 她都查封了 王总市长 你们为什么要进行内部清账 每一个心让人的管理者 在交接的时候都要清 为的就是不留下以前的烂账 这是个常识啊警官 要不然会出现很多 闹不清又繁琐的事情 我喝茶的时间到了 要不要留下来喝一杯 功劳在身 不打扰了 欢迎萧组长随时来喝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老肖 怎么样 为什么要销毁这份文件 我们内部清账啊 就消除了 以我对你们这种公司的了解 这种文件会永久存档 带我们去你的资料室 还有向你声明一下 如果你妨碍我们执行公务的话 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清楚了没有 我们资料库在地下室 你们要是要查的话 就跟我来吧 召惠 喂 吴京哥 他们现在什么位置 他们刚刚出营业部 去玉大人室了 我爱你 小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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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遣 还是让你们少割韭菜了 看来萧组长 对我们海翔的误会很深啊 但愿只是个误会 还会再见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 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汇报 对不起师父 是我让行动的 你 那你也是被他忽悠的 是不是 没有 是 你小子 当时情况很紧急 海翔的行动很可疑 我担心丢失证据 担心徐凤再跑了 师父 我给你 你站在那儿 师父 当时如果您再知道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会下命令搜查的 你现在的情况只能协助行动 你不明白吗 你现在的情况只能协助行动 对不起 我关个经营 好了 你接受 对不起 经过这几天的调查 我们发现白绍青在洗钱 金额数目和在他家发现的资管计划有关 这笔钱投入到了旭丰名下的鲜锐科技 与此同时 海翔突然变更董事长 内部突然清账 是有些可疑 说是海翔的情况 当时他们正在销毁证据 真的 和服支队长抢下了一份残谱的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 不止包括白绍青一个 目录还包括九个 九字计划 他们要拿这么一大米钱干什么 这个新变更的董事长 名字叫王海丽 是旭丰的妻子 经过我们调查是这样的 海翔只是参与了部分计划的拟定 并没有实际操作 我会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上级 但是小姐 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情况 绝不能擅自行动 行动 要低调 明白吗 明白 不能嘚瑟明白吗 明白 也不能忽悠别人嘚瑟 明白吗 明白 你先走 好 我先走 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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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对不起 现在白绍青跑了 旭丰也不能动了 如果旭丰再跑了 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你还有心玩手机 不是玩手机 跑不了 我给周慧发信息呢 给周慧发信息干嘛 周慧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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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哪儿啊 看一眼一块去 你让周慧去跟进旭丰 那你自己怎么不去抓他 当初可以抓他 但是我真的这次有点不确定 我心里打鼓了 旭丰是真的想逃 还是故意要留给我们什么信息 再说你想 通过财产管理计划 就算你抓了他 你定不了他的罪 现在唯一的线索 和唯一的希望 就是白绍青家里那块硬盘 那我去看看硬盘 对了 周慧人呢 旭丰家门口 你让人家一个姑娘家自己盯梢 郑宇司跟着 这还差不多 不错 这就已经是锦组了 我按照 哎呀 干什么啊 有病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陪你啊 不用你陪 我一个人就行 赶紧回去吧 行什么行啊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没事 我是随时跟师傅联系着呢 长可师傅 闭可师傅 怎么了 不行 行 跟我说啊 今儿对你师傅有意思 跟我说你说什么呢 行 你要精力旺盛 你盯着 我刚好可以睡会儿 不是说睡觉吗 怎么开始玩手机了啊 哎 这不是我今天玩的派派吗 好玩吧 你这牛和洋可以领红包啊 你快领快领 你快 你快 能不能好好盯着啊 好玩手 好玩 好玩 小剑出现是好事 可就会有点困难 对 对 我们的计划来说 小剑出现是好事 但咬得太死 可就会有点困难 那现在怎么办 让他松松口吧 向上 sweet 沙滚 眼睛 巳 双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组长 肖队长 硬盘破茧了 我今天来呢 我知道您来的目的 新盛国际有一款不错的产品 很快就会对外发布 这个时候您可以进它的股票 但是我劝您在后天十一点前 把它全部跑掉 这不是张华露的犯罪证据吗 怎么会在白少青手里啊 你再倒过去 我今天来呢 我知道您来的目的 新盛国际 喂 林局 硬盘破解了 是旭丰跟高昌的内幕交易视频 这个应该就是张华之前录下来的犯罪证据 怎么会在这儿啊 不管怎么样 有这个视频就可以强制传唤旭丰了 传的 马上就去 好 强制传唤旭丰 下队 有人出来过吗 订了一晚上 没有发现人出路 下队 有人出来过吗 订了一晚上 没有发现人出路 要是 有点 可以 有点 对 有点 有点 不要 早点 什么东西 早餐摊第一份油条 豆腐脑 好东西 来 没有 没有 走 没有 没有 换衣 最后成交价格 五百一十八万元 哥 你这船已经准备好了 停在公海上 会有人把你接走 咱们中午还吃这个 这太简单了吧 怎么那海边的整海鲜吃啊 那就麻烦你下个厨 弄点烤鱼吧 最好是 能烤出你当年偷的那个味道 当然以后 我就没吃过好吃的鱼 那合着我还得偷一条鱼 随你 行 交给我 中午来一顿海鲜大餐 偷鱼去吧 好 红色山河 最后成交价格 一千一百万元 粉色锤烟 最后成交价格 五百八十万元 绿色锤烟 最后成交价格 四百二十万元 最后成交价格三十八万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 你们两个画拿一来 慢点 慢点 到 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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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任何 夏队 你怎么找在里面啊 这个房间所有的画 不是成百万 就是上千万 只有这幅画三十八万 它又是最大的 所以 它一定有问题 你看一下这个 又一份计划 你之前对旭凤的猜测 我一直以为你是随便说说 什么猜测 你说旭凤一直是牵着我们办案 现在看来 真的是这样 你说昨天你去海翔公司 查到了九字计划的目录 那如果有人偷走全部计划书 他就应该把所有的计划书都拿走 但是 我们在旭凤家里 发现了马世杭的投资计划书 那也就是说旭凤故意把它留下来 让我们查 既然故意留下来 那我们去查呗 你再看一下这封信 专案组的领德 为了帮助你们早日破案 作为一名诚实守法的公民 我向专案组陈述有关事实 一高昌的内幕交易是我操纵的 不放心 于是我又取回来了 这要感谢萧组长的配合 至于现在这两个仪在哪儿 是我不能奉告 相信萧建组长是能查出来的 三 老黄的死应该由萧建组长负责 还有 你们要保护好萧组长 别重蹈张华的负责 萧张 冷静一点 小姐 这封信 在这封信里边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质问 她的信纸 游墨和复印 都是最普通的 所以说这上面的东西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 把它作为证据 没有办法做证据 可以做线索 我们要继续查 萧建 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是一个合格的警察 这是你最基本的素质 而且这上面说得对 老黄的死 两个亿的消失 你都有责任 夏总 旭丰的手机开机了 定位旭丰的手机位置 我去跟邻居汇报一下 好 老黄 把旭丰手机定位 发到我手机上 好 曹蕊 给你个任务 注意 旭丰转入C路 收到 收到 就在几分钟以前 我们接到了命令 要抓捕旭风 下面由曹副队长 布置一下抓捕计划 根据显示 目前旭风正驾车 沿C号公路 向东行驶 由于路航的车轮量 非常大 路口很多 所以我们无法捕捉到 旭风具体的车牌号码 但是技术部门呢 会随时向我们通报 旭风的实施位置 下面我宣布一下 转捕计划 以它目前的车速来看 到达下一个路口 大概是20分钟左右 如果旭风选择走 D路 A组 你们在这个位置 实施拦截 如果它选择走 E路 B组 你们在这个位置 实施拦截 C组呢 将由夏队亲自带领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争取能够追上旭风 如果旭风选择执行 各组统一听夏队亲自指挥 都明白没有 明白 好 出镜 你去机场 抓马上 要不要我帮帮你 要不要我帮帮你 去哪儿啊 马总 要不要我帮帮你 去哪儿啊 马总 不用 不用 小剑 刑警队准备在下一个路口 围堵旭风 你先全力跟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小 徐峰即将到达路口 徐峰在减速 他可能要转弯 等等 他在前面的路口停下了 停下了 对 就停了前面的路口 A组 B组 在下一个路口围堵旭风 A组到达 还在 你们看看周边的环境 看看有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小剑 我去这边 你去那边 你好 你好 麻烦问一下 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 哦 见过 嗯 请问您是肖剑先生吗 是我 哦 就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 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 哦 对不起 小警官 折腾一大圈你以为你跑得了 当定 是 马上定位一下手机号码 好的 否则 哥 我怎么和你单独聊天呢 别咕弄喧虚了 你跑哪儿去啊 我的确是喜欢咕弄喧虚 因为我都喜欢下棋 不过是你想当一个好的棋手 而我 想当一个脱离棋盘的棋子 好 好 试唱 你快 也可以 您都会有用 这么多银子 想当一个闻人生的棋楼 这个你也能查到 好聪明啊 你现在如愿以偿了 白绍青的钱 已经都转到你的账上了 不仅仅是白绍青 他们只不过是我的裂后资金 裂后 你要杠杆谁啊 一边涉局 一边因警察除掉他们 为什么 白绍青他们只不过是小鱼小虾 真正让我恐惧的人 还在后面 希望你可以查到 拜拜